这是蝴蝶啊 是不是它往那个花里吸东西 它吸密啊 它储存过通的能量 然后呢刚才传朋友给咱们展示了一小段的一个视频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说这个昆虫在干什么 老花姨是哑花的 但是呢 交出了时间长了 对虫类也了解 你像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个昆虫哈 它有一根管 它会插到里面 因为这个花在开放的时候是吧 它会分泌一些个甜蜜的东西 就很甜很香甜的东西 来吸引这种昆虫过来 它吃的同时 它身上不是有脚丫子什么的吗 它就会帮忙给受粉了 你像咱们受粉是不是拿那种眼线笔之类的去受粉 去触碰 对 这是植物的一个行为 而且呢 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 它是在储存自己过冬的能量 好部分昆虫呢 要么就是繁衍了自己的这个后代 把虫卵寄生在你这个植物上面 你像那种静风 你们可能你们不知道 就养月季的花肉老遇到 它们会从那个 月季上面打个洞 把自己的虫卵下到那个杆里边 到时候都长个冗出来 再飞 有的是这种传播 有的是从那种枯树干 或者斧叶堆里边下卵 有的呢 有的是自己 吐成那个茧 给自己 知道吧 给自己 存起来 把那个卵下进去 知道那 反正 这是一个正常的动物行为 对于花来说影响不大 但如果说咱们养月季的臭宝 遇到静风 还有切叶风这种呢 可能就是一个噩梦了 像我们 哎呀 加大一二大 败坏点没啥 没事 没事 一个正常的 这叫什么 叫生态自然现象 是吧 其实大自然很美好 希望老花一一直能够把这种美好 跟你相互传递一下 我怎么感觉美好 这个吃好像跟我不太粘皮 后来 不是老花一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